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講到健康 統計資料顯示 國人每五分鐘就有一個人 罹患癌症 其中這個罹患癌症 第一名是大腸癌 這個跟現代人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事實上息息相關 那偏偏這個很多觀眾朋友 長期都有腸胃的毛病 或者是排便的困難 這個大腸癌事實上是可以預防的 就算是發現了 其實大腸癌也是治愈跟存活率 相對比較高的癌症 那怎麼樣健康生活 來面對處理大腸癌 待會這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好 今天朋友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劉伯雯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放射腫瘤科的 醫生好朋友熊沛偉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嘉義科的醫生好朋友 陳新梅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中醫師的醫生好朋友 羅佩玲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師傅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洛晉翰師傅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劉醫師 剛講這個癌症十大這一個排名第一名 長期都是大腸癌 而且在台灣也因為飲食的習慣 生活習慣的關係 事實上也有年輕化的趨勢 不過大腸癌相對於其他癌症 事實上是一個比較容易預防或者比較容易管理管控的癌症 沒錯 你看這個我們在衛生服務公佈的這一百零五年十大癌症這個排行 你看的第一名是大腸癌 大腸癌已經是連續十一年第一名 而且他比例是往上串 那當然我們你看他整個來講 就是如果你所有的癌症比例來講 每四分五十八秒 我們就有一個人一患癌症 這個當然是大家就談到這個糖癌色變的原因 當然我還有其他不管肺癌乳癌 我們今天講的重點是大腸癌 那大腸癌來講 為什麼好像這個耗發第一名 其實我們認為有些專家認為是因為我們國人這個四大癌症篩檢 所以我們很早的時候就發現很多一些早期的大腸癌 那我跟一個大腸治癌外科醫師討論過 他說以前大腸癌大概一發現三期到四期特別多 現在洞洞一期甚至零期 為什麼 大家就國人有這個健康健檢的一個意識 或者說做糞便前夜檢查 那我們當然國健局統計過 如果說一到兩年做糞便前血檢查的朋友 你大概在五十歲到六十九歲這個雛群 如果罹患大腸癌 他的死亡率可以降低百分之三十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的規律有做糞便前夜檢查 我們在可以更及早發現所謂大腸癌 對你治癒率是更高 那當然我們講說好那大腸癌既然這麼高 到底什麼原因造成 那當然我們講說這個肉吃太多啦 蔬菜纖維吃太少啦 然後久做不運動啦 肥胖啦或加工食品吃太多 這都是可能很多原因 還有一個叫遺傳性的這個大腸息肉 就是跟家族食有關係 不過我們剛剛特別強調說OK 糞便前夜檢查很重要對不對 好 那我講案例是說 我們任何警察都有叫做一個叫偽陽性跟偽陰性 好 我先講案例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這個太太大概是五十歲 那她本身就是一個家庭主婦 她沒有任何的一個這個家族史 就是她家裡沒有人領悟癌症 那重點是這個其實她那時候我們就講說 她其實人生過得很快樂 她後來就被診斷大腸 她這個診斷大腸的過程是這樣子 剛好他們社區說跟她宣導說 政府某個醫院到他們社區來講 有免費什麼四大癌症篩檢 她講沒檢查嘛 就去檢查 結果呢 那個糞便前夜檢查 包括是陰性的嘛 那陰性來講 她說陰性是很好的 就跟她講 建議兩年做一大腸 這個糞便前夜檢查 可是她後來再過一到兩月之後 她常常覺得大便 就是覺得習慣改變 什麼習慣改變 她本來一天一次 可是有的時候她覺得 一天解個兩到三次 又解的不是很乾淨 然後她的先生跟她講說 你分別前來講是沒問題 你不要太擔心 她是不是吃蔬菜 吃一大堆蔬菜 可是再過一兩禮拜還是不行 而且有一次這個糞便 這個上完廁所 發生有帶血 然後她很緊張到醫院去 因為她講那一定要做大腸進 一做大腸進就發現 她的直腸有個腫瘤 那當時幫她欺騙 確定是大腸直腸癌 那後來再做進步檢查是第二期 那第二期經過很多的治療 結束之後呢 那當然她一直不能諒解 她說你們狗電局不是做的檢查 是大便 這個檢查是陰性的嗎 為什麼後來還是得大腸癌 我跟她講任何的檢查 就叫偽陽性 偽陰性 就是說你檢查是陽性的 那可能後面檢查結果是沒問題的 或者你檢查陰性的 你後面檢查是有問題的 這個我們在計算比例來講 當然各種檢查 都有這個所偽陽性跟偽陰性 所以我提醒大家講 如果假設你做一個檢查 你的報告是OK的 你不要掉眼睛說我一定沒問題 還是要注意症狀 或者說你這個檢查有陽性的 你還注意看看 去後續檢查搞不好是陰性的 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下 真的 而且問一下熊醫師 剛剛講到大腸癌 雖然是這個罹患癌症第一名 但是如果早期發現 早期控管的話 它的存活率也是比較高的 其實我在門診的時候 常常碰到最近幾年 看到大腸癌 就像剛才劉醫師所說的 大部分都是早期的比較多 我以前住院醫師的時候碰到的都是三四期以上 現在一二期的最多 而且來的時候大部分的病人 如果他是一期 當然我們小的腫瘤都可以開刀 而且效果非常好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都可以控制的非常成功率 可是如果二三期的話 現在新的一個治療方式就是先做放化療 把腫瘤縮小以後再去做手術 他一樣治療結果都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 有一個案例就是六十八歲的那個退休的老師 他最近兩三個月就是大便變細 次數一天上廁所大概上了五次 他自己已經覺得不太對了 但是說他不太想面對現實 所以稍微再等一等 等到過一陣子就大便開始有血 有黏液以後 他覺得應該是不正常了 所以他到醫院檢查 結果醫院檢查的時候 發現到他腫瘤已經五公分大 那五公分大 那我們做了切片 這個腫瘤是目前看起來可能第二期 可是在做了一個 這個電腦斷層以後發現到 不對他的肝臟已經有兩小顆 那這樣子的話 而且他指數也非常高 所以應該這樣 他來的時候就已經變成第四期了 那所以雖然是第四期 但是也沒有關係 他在局部的地方 因為他大便已經不太正常了 所以先把他做了一個大腸直上的手術 那手術完以後 因為肝臟有腫瘤 所以接著就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完以後 打了幾個療程 肝臟腫瘦小 縮小以後 那醫生說這個是可以開刀的 所以肝臟的兩顆腫瘤 因為還蠻靠近的 所以他外科醫生就把它開掉 開掉以後呢 後面再繼續做化學治療 所以這個病人到現在為止 雖然他第四期已經十年 他是治療成功 因為總和全都不見 那他很幸運啊 因為原發的地方呢 職場的地方手術拿掉 肝臟的地方打了化療 然後接著用手術也拿掉 然後再繼續做化學治療 做鞏固性的治療 所以全身幾乎找不到癌細胞 到目前為止十年的存活率 他是非常幸運的 但是他也不是少數哦 我們看一下這個手板 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為什麼大腸直腸癌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治療的疾病 我們看這個第一期 大概五年存活率 我們講五年是因為說 大部分的癌症 追蹤超過五年 大概大部分的病人 後面比較不容易再復發 除了少數幾個像乳癌 腎臟細胞腫瘤 有的長得比較慢 所以他可能七年八年十年 但是絕大多數的腫瘤 如果超過五年的話 他相對是安全的 所以我們用五年存活率 所以可以看就是說 第一期的話 百分之八九十是可以成功的 那如果說第二期 大概有七成五百分之七十 那第三期有超過百分之五十 可是這邊第四期 大家可以看得到 0到百分之四十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就像剛才 我那個案例一樣 因為大腸直腸腫瘤 就算它跑出來 它第一個 它最容易跑出來的地方是肝臟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轉移的地方的腫瘤 數量不是太多 病人在身體 還沒有很糟糕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經過 我剛才講 就像那個案例是叫做積極治療 做了手術 甚至做了放置線化學治療 甚至現在有很多標靶跟免疫治療 我們有這麼多新的科技的治療 讓我們這些所有的治療 哪怕是第四期 它都有機會存活 那我們全部根據美國的 美國在2005年到2011年 他們有統計他們的大腸癌 所有的大腸癌 從一期到第四期 平均美國的存活率 現在已經大腸癌 大概存活率成功率是65% 也就是說三個裡面有兩個大腸癌 都會成功 可是如果患到胃癌只有30% 那患到10到癌不到兩成 如果是胰臟癌 我們以前討論過癌亡 死亡率最高 只有3%到5% 死亡率這麼高 所以大腸直腸癌相比的話 它就是一個非常好治療的腫瘤 真的 不過大腸癌是吃出來 所以飲食的健康很重要 接下來 這個我們柯師傅 就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師傅今天要推薦給大家做的 這個是老少咸泥的糙米海鮮飯 對 那最近開始又流行這個泡飯 所以我現在來教大家做這個泡飯 比較簡單一點的 對 而且如果這個老人家 跟小朋友牙齒不好 打腸糙米飯的這個做法 這個口感會改變 我先把這個放一點油進來 這個油溶性的蔬菜先放進來 稍微先炒一下 我們那鍋的油先炒的是紅蘿蔔 紅蘿蔔 因為我今天是用海鮮 所以我主要 這一鍋主要是海鮮跟蔬菜 就是讓它多樣化的蔬菜進來 然後玉米筍 然後木耳 木耳 對 這個很簡單 現在我們講這個泡飯 泡飯實際上在台灣以前很流行 以前用那個大腸在煮飯 都有飯屁 就是那個鍋巴 那你鍋巴有的時候 鍋巴不好吃 所以它會淋湯 就是最基礎的泡飯 然後在韓國就吃那個 就是那個拌飯 拌飯底下剩下那個燒焦的地方 也是拿來當泡飯 那日本的泡飯是怎樣 就比較簡單 它可能用什麼玄米茶 用什麼其他的東西 然後來沖淋 那最近又開始流行 就是屬於廣式的泡飯 它是把什麼 它是把用白米 用長鮮米 就是比較屬於那種泰國米 然後去油炸 油炸完以後 做個龍蝦高湯 把那個長鮮米 然後這樣炸得很熱很熱 然後淋在那個龍蝦高湯上面 我們現在在大量的高麗菜 對 這個是大白菜 因為大白菜當季 所以我們現在使用的是大白菜 好 那師傅我們今天因為要泡飯 所以準備的這個是簡單的 加常的昆布高湯 我用昆布高湯 昆布高湯再跟大家講一下 很簡單一點 昆布你把它擦乾淨以後 你不要把那個灰白色把它弄掉 然後你去泡水泡一夜 就是昆布高湯 最簡易的 那我刻意把它減小是怎樣 因為可以把這個昆布也一起放進去 就單碗連昆布一起吃了 對 我們今天就不是用那種動物型高湯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高湯 比較偏日式 比較清爽 對 比較偏日式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水放進去 讓它稍微煮一下 因為大白菜煮個五分鐘 它就很軟了 它體積就剩下四分之一而已 變得很小 那另外我們這邊 這邊如果說你要有鍋巴的話 你可以放一點油進來 那我比較建議就是說 比較屬於韓式的放一點芝麻油可以 那你也可以不用油 像我這個是 有淋一點點那個芝麻油在上面 我們把這個糙米飯放進來 因為第一個我們糙米本來就有那種芝麻香 就是有那個糙米的特殊香氣 那你如果說你要鍋巴多的話 你就可以放一點 有油才會有鍋巴多 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不一定要鍋巴多 我們就是大概這個意思 也順便把這個瓣 把它熱熟 我們就把它鋪平 鋪平了以後 然後上面就是戳幾個洞 讓它能夠排氣 然後就用中火 中火然後蓋上鍋蓋 再來給它燜個三分鐘 讓它底下稍微硬 不一定要真的燒焦啦 好 就是底下稍微硬 其實不是的 右側大腸這地方 它的症狀常常是 補血或者是腹痛 小纖維 再來就是一定都是 或紅肉為主 這就造就了它一個大腸癌的風險 沒有症狀 一做出來第三期 我們現在燜一下燜個三分鐘左右 那同時這邊的話 後面再來加海鮮 好 所以這個就是在模擬鍋吧 那稍微同時請教一下 新美醫師 剛剛講到 容易罹患大腸癌的 這一個高風險族群 其實主要還是跟生活習慣有關 我們醫生很容易被新聞記者問 他們比如說大腸癌 最早發的症狀是什麼 答案就是沒有症狀 我今天講一個案例 你會覺得這完全不相關的兩件事 它是一個大概四十幾歲的上班族 那它一開始來的時候 他是自己覺得他肝功能可能不好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他其實在回想他這段時間 都很容易疲倦 就算到了六日 他可以睡十二個小時 他其實還是覺得整個人就是 累累的感覺 那你就去回顧他的一個 我們說工作室 他其實蠻經典的是 他是一個業務 所以他其實很常需要跟人家尬酒 所以他自己的推測就是 他可能喝過量的酒 造成肝臟功能損失 那造成的疲倦 這個邏輯聽起來是很對的 但我們單純看這個疲倦 我就幫他做了 除了肝臟檢查以外的 其他檢查跟疲倦相關的 下次回來肝臟功能其實是OK的 可是就看到你硬講這個指數 就只有一個血紅素比較低 男生的血紅素希望十四以上 它其實也不算很低 十三點多 可是因為其他指數 其實沒有什麼好做的 我就後來幫他再安排一個 叫做大便的前血檢查 那因為其實大家可能如果有收過報告 你可以不妨看一下報告 我們最好的就是陰性 他剛好寫了一個叫做trace trace的意思就是指 看到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其實剛剛劉醫師一開始有提到 如果我們去問腸胃科醫生 如果我們做糞便前血檢查 是有一點問題的要不要繼續做 通常腸胃科醫生會建議仍然繼續做 為什麼 因為你的糞便只驗得那麼一小便 很有可能你剛好沒有驗到 所以我就秉持著這個精神 雖然他的風險年齡層 是不在風險之裡頭 後來我就請他去做大腸鏡 一做出來第三期 那時候他就問我說 其實他覺得他沒有任何症狀 因為一般人會認為 所謂的大腸癌應該就是有便秘 有糞便 有血 他都沒有為什麼會有 我必須先 我先講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到底癌症尤其是大腸癌 是不是要有什麼症狀才會去 我們其實有研究統計過 為什麼我們在50歲到74歲 我們其實政府是有一個 兩年一次的篩檢 因為他發現 當這些沒有症狀去做篩檢的人 被篩檢到癌症都是一二期為主 可是當你有症狀去求診 被篩檢到癌症是三四期為主 所以我們第一個重點就是 不要保持著僥倖的型態 當你假設是大於50歲的話 我們就建議做 我們先看一下大腸癌的高風險群 第一個 你本身有大腸癌症 所以通常我們如果 你在做過這個大腸癌之後 發現有癌症 醫生都會建議 你要固定回去篩檢 我們都強力建議 照著醫生建議的時間去篩檢 以免這個錯過了黃金的發現期 第二個有家族病史 尤其是有多發性的一些 這個限流的 我們就建議可能要固定追蹤 第四個年齡層大於50歲 再來其實我們目前還是發現 便秘跟腹瀉長期的狀態下 對大腸的健康仍然有疑慮 但我要特別提的就是剛剛 林冠姐講的第三點 不健康的飲食跟生活習慣 我們其實現在統規有一些 已經被確定跟大腸癌有關的風險 包括紅肉加工性的食物 再來是少纖維 所以我在跟 因為這個病人一直不能接受 他覺得他沒有風險因子 因為他也不在50歲 他沒有大腸洗肉 沒有家族食物 就跟他說光這點 就可能讓你得癌症 為什麼 雖然他一直注重的是 他喝很多的酒 但他沒有注意到 因為他長期應酬 通常都是小纖維 再來就是一定都是 加工食物或紅肉為主 所以就造就了他 一個大腸癌的風險 任何的癌症都不要抱持著 我沒有症狀 我就一定不會得到癌症 你應該要提早 照著我們的一些建議去做檢查 以免這個真正得到癌症 已經是屬於末期 或是不好治療的時間 我們的柯師傅這個時候 剛剛放進去這一鍋也燜好了 對 我們湯滾了 這純粹就是一個 蔬菜昆布高湯的湯 我們這時候 我們再把海鮮料放進來 我今天準備一些石斑魚肉 石斑魚的肚肉 我把它放進來 這不需要去醃漬都不用 再放上新鮮的套餅 新鮮的套餅 這些都是很快熟的 它遇到熱一分鐘就熟了 然後我今天也準備一些 比較新鮮的這個蝦皮 這個是屬於那種新鮮的櫻花蝦 那你用乾燥的當然也可以 我們把這個櫻花蝦皮也放進來 然後這時候我們來調味 我們把這個蝦皮 因為這個蝦皮它是新鮮的 它不需要煮太久 不需要煮太久 然後我們這時候再來調味 我們調味的部分就是放上一些鹽 因為我們是泡飯 所以我們那個湯汁 口味稍微重一點沒關係 然後再把胡椒粉 因為海鮮要加一點胡椒粉 這樣的話它的那個 提鮮的作用會比較有 我們今天搭配不是蔥花 我們今天搭配都是海帶牙 我們今天用的全部都是 這個是很多人家常做那個味噌湯 常用的海帶牙 對…只是今天我們不是用味噌湯 我們今天是用那個清爽的蔬菜湯 起鍋前我們再把芝麻香油淋進來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泡飯 這個我們泡飯 你看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鍋巴 我的鍋巴沒有很多 但是會有比較硬的一點 來 我們來看 就底部讓它有點口感 對…就是底部讓它這樣脆 焦焦 對 底部這樣脆的話 你在吃的時候 它才會就是增加你的主角 那香氣也比較重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上禮拜我們覺得 它是一個全骨類的概念 它本身的纖維質量夠 而且裡面的一些文聖族B群 B1 B2量都不錯 還有很多大量蔬菜 做成非常好的一個湯 然後我們泡下去之後呢 味道非常棒 我覺得吃完之後 你會覺得真的腸胃沒有負擔 而且這種纖維量夠高的情況之下 優質蛋白質也有 對於我們今天講的一個大腸癌 這個主題來講 是非常好的一個 預防一個很好的膳食 我再講濃郁發大腸癌 一些風險飲食的這個概念之後 我先講一個案例 這個是一個在某工程單位 一個工程師 那我們現在很多的工程師 很辛苦 從早做到晚 就是一直在弄軟體 弄他的一些 電腦資訊方面的處理 大概常常做一座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 他大概就一般的工程生活 然後下班就吃外食 但是他們有時候 一個禮拜會一到兩次 他們去吃燒烤的 那他蔬菜真的吃得不多 那結婚之後大概兩年 那他們有個小孩子很開心 重點是他後來跟他太太講說 這個大便我們覺得不是很順 那太太跟他講說 那你是不是蔬菜水果吃太少 那他就去多吃蔬菜 可是這樣一個禮拜兩禮拜 你不可能吃一個禮拜蔬菜 你的大便就是好朋友 改善非常多 那這叫特別小心 那當然他太太認識一個醫生朋友 那問他那你要去醫院做個檢查 結果他去做糞便 他不敢做大腸鏡 他先做糞便前天檢查 陽性的 陽性的 那你要去做大腸鏡 還跟他安慰大部分都沒問題 一做一個致腸癌 那這致腸癌就像剛剛熊醫師講 他剛剛講 哇 我要開刀 這個以前傳統為什麼要做什麼 罩口 罩樓 很麻煩 他講 現在不用了 先從這個什麼化放療 縮矮之後做手術 非常順利 那他是被診了第三期 可這病人來講 我們調他 調了大概五年了 所以他現在越來越有信心 我說常常我們這樣跟熊醫師講說 其實這種癌症來講 你只要好好配合醫生治療 五年症癌率算很高 好 那誘發那些飲食風險 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還是要多注意 第一個就是燒烤油炸 這個來講一定是很多的一些 度胺芳香氣的一些化學物質跟硬環胺 這我每天在媒體講 都講這事情 烤肉油炸類 像如果你常吃燒肉 炸雞炸排骨 每天都要吃 照餐吃 我跟你講大腸不出問題才怪 第二個來講就是高溫 那高溫來講 我們常常講說 裡面的一些比基西安 或者我們講一些 這個他甜食裡面還有 或是一些 你在那個一般酥皮膠的地方 特別都有 還有高果糖這個糖漿的飲料 那再來講的話 他本身來講裡面的澱粉糖 也不OK 紅肉 那吃紅肉來講 現在有些爭議來講 不過呢 很多流行病學告訴我們 吃太多 不過太多第一大家看 但如果你一禮拜 吃兩到三次紅肉 我覺得那個是還OK 而且如果你憑血的話 一般來講 紅肉是你社區鐵汁的來源 對 那另外來講 就加工的食品 我們叫亞硝酸 那這一類來講 裡面的這個 我們確實有很大的證據 這種的包括 臘肉 火腿 平均香腸 這種加工肉品 它裡面這種東西來講 跟口醃 口腔 食道 胃 大腸還是有關係的 所以還是請大家注意 把這些農釀發的飲食 不是說完全一口都不能碰 盡量少去碰它 第一階段的職場腫瘤 做了素前的泛化療以後 大概有20%到25%的腫瘤 會完全消失 那這樣子的話 病人就有機會成功 這種人就是他找一大便出血 他就好緊張去看醫生 搞了半天是痔瘡 但第二種人是 因為他覺得出血是痔瘡 那中醫怎麼看大腸癌的調養 那之前的話有一個案例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就是 還滿健康的一個男性朋友 平常他都有規律運動的習慣 他有跑步 長跑 游泳都難不倒他 然後他是因為有一些便秘的問題 他就覺得有便秘 因為便秘其實是很多人 都有的症狀 他就去看中醫 想說便秘不是大問題 所以他去看中醫 然後那中醫就說 你便秘然後有肝火旺的問題 那治療兩年之後 有一天突然肚子很痛 然後他就跑去了醫學中心做檢查 然後結果發現說 一檢查 那個大腸鏡檢查出來 他是大腸癌已經合併了 肝臟的腫瘤的轉移了 然後後來他就是 因為他可以手術 他先做了手術 然後又之後進入了化療的療程 那化療療程做了六次之後 他覺得身體狀況很不舒服 然後一直有吐啊那些症狀 然後他就看到有一個病 有八十幾歲的老先生 然後過得很健康 然後想說 怎麼老先生這個 雖然也得了大腸癌 可是身體狀況蠻好的 他就是請問他 然後他就說 他有吃中藥調身體 然後後來想說 那這樣的話他願意 再給中醫第二次機會 所以他後來的話 就是有真的也是 就是有配合就是在化療 然後更重要的治療 然後他就順利的就是完成了 他自己的這一次的那個療程 然後身體狀況也還不錯 那其實我們在目前的話 就是大腸癌的一些治療方式 我們還是建議 因為他是一個 預後蠻好的癌症 所以就是除了早期發現 因為像很多病人 有時候會問我說 那我要不要去做大腸鏡 我都會說去做去做 因為現在的話 其實要做的話一些那種 不管是糞便前期檢查 都非常的方便 那就是早期的可以把它抓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中醫的話 其實在術後或是後續的一些 調養修補 我們還是會建議 就是以正規的治療方式 搭配那種正規的中醫系統的 一些幫你輔助的治療 改善你的在治療中的不舒服 甚至是說我們之後 所謂的帶病延年 就是讓你的生活品質提高 免疫力增加 不要再讓癌症復發這樣子 真的 那問一下熊醫師 大腸基本上長度高達120公分到140公分 所以假設發現了腫瘤 事實上它長的位置不一樣 也會影響到治療的療程 它的位置因為是蠻長的 所以就是我們看這個手板 就是說 當然這個手板這個地方 這個大腸鏡能夠看到的地方 最第一個接觸的地方就是直腸 然後乙狀結腸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左側的這個 我們叫降結腸 因為我們的位置 大腸的位置起頭是在右側 對 我們身體的右邊 所以小腸在這個中央這個地方 對 那接著就是 這個地方是叫藍尾 對 那再來就是深結腸 因為這個大腸是往上走的 我們叫深結腸 也就是我們右側的大腸 然後接著這一條叫做橫結腸 所以我們這個大腸呢 橫結腸完就是降結腸 接著乙狀結腸 然後接著就是直腸 到肛門 所以江湖上有一種檢查是 乙狀結腸鏡 有一種是大腸鏡 對 那顧名思義 乙狀結腸鏡就是檢查這一段 對 那整個大腸鏡就是檢查全段 對 全大腸鏡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大病前血 是陽性反應的話 我們仍然建議是做全大腸鏡的檢查 對 因為 剛才陳醫師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大腸的症狀 其實會跟它 大腸癌的症狀 會跟它長的部位有關 比如說在小腸的地方 我們消化吸收以後 剩下的殘渣 還有一些沒有消化的東西 它就送到這個右側的大腸 也就是深結腸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它的這個糞便都是水 都是水 然後我們在大腸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吸收這個腸道 腸道的這個剩餘的這個水分 從吸收回去 那另外在這個大腸這個地方 慢慢讓它形成糞便 所以 從小腸進到這個 右側大腸 右側結腸 也就是深結腸的地方呢 它大部分都是液狀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沒有成型的糞便 所以也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 它的症狀 會跟我們直腸的症狀 常常不一樣 因為這個地方 糞便還沒有形成 對 都是液體的 所以剛才陳醫師有提到 所以不會有前血反應 它 如果它真的表面有 有息肉或者是有潰瘍的話 它如果破損的話 它會隨著這個液體流下來 驗前血反應 還是有可能發生 但是有一個問題 它不容易早期發現 也就是說因為都是液體 第二個就是它會慢慢長大 慢慢長大 長大以後 因為它長期慢性的這個 發炎 發炎 所以就會造成貧血 那貧血 然後因為腫瘤慢慢長大 但是它又沒有阻塞到 大便不能出來 而且大便沒有成型 所以它會 沒有症狀 有點腹痛 沒有症狀 然後有點肚子痛 悶悶的不舒服 等到在腫瘤再長大的時候 可能體重下降 所以在右 深結腸這個地方呢 它的症狀跟我們 常見的這個直腸癌 大家可能熟知的說 可能大便習慣改變 大便便細 血便 明顯看到鮮血的那種血便 這兩個 右大腸跟左結腸這個地方 基本上它的症狀不太一樣 對 所以我們 但是呢 因為我們最常見的 雖然腸子 剛剛主持人有講 腸子大腸蠻長的 可是大部分發生的部位呢 都在乙狀結腸到直腸這一段 我們國健署的這個統計 104年 我們全國大概有 15000多個大腸癌的案例 那結果呢 在這個直腸這個地方呢 直腸這個地方的大腸癌 就佔了5700人 也就是說 幾乎36%都在我們直腸這個地方 那直腸距離肛門上去 大概12到15公分的範圍 都是我們直腸的範圍 所以有一個檢查的辦法 就是我們當醫師呢 戴個手套 做圖人潤滑油做直診 有時候就摸到 直腸的地方有腫瘤 好 所以就是這個為什麼 直腸癌這個地方呢 他的症狀發生的部位是最常見的 對 也比較容易檢查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誤以為說 我的大便變 要產生症狀大便變細 有血便 這才是大腸癌 其實不是的 就像剛才講 右側大腸這個地方 他的症狀常常是貧血 或者是腹痛 或者是體重下降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做篩檢 那我們做治療的時候呢 大家又碰到一個困擾了 就是說我要保留這個肛門 如果特別是 因為大部分都在直腸的話 我們一般的手術會把 把這個有問題的地方 把它做個切除 好 所以切除了以後呢 如果可以保留肛門 醫師一定會盡量保留肛門 那就以這個 我們最常見的直腸癌為例 如果他長在這個部位呢 我們可能會把它切下來 可是接著呢 就把這個 如果直腸的腫瘤距離肛門 大概3到5公分以上 那這樣如果我做手術的時候呢 還有一部分的這個 直腸的肌肉 還可以跟上面接了 這個肛門的話我就會接上來 對 可是當這個腫瘤的位置 太靠近肛門的時候 如果硬要保留肛門 那這樣常常造成 邊緣切除不足 以後容易復發 好 所以那這樣怎麼辦呢 目前最好的一個辦法 就是針對2、3期直腸癌 那我們就是會先做 手術前的放射線化學治療 腫瘤會消 有機會變小 把它壓小 變小以後呢 如果變小 那這個地方距離肛門 就會比較遠 那有機會保留肛門 那我有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55歲的那個房仲 那他就最近呢 就是有血便 因為他是在直腸的地方 那有血便以後 他去找這個醫生去看 結果醫生就用肛門指著 一摸他直腸有腫瘤 那直腸有腫瘤呢 他說他怕這個接受這個手術 他希望保留肛門 因為那個腫瘤距離肛門 大概只有3公分 其實是有點冒險了 所以後來 智商外科醫生就轉來 我們放射腫瘤科 我們跟化學治療科醫生搭配 那做25次的放射線治療 合併化療以後呢 然後另外休息一個月 讓身體慢慢恢復 同時讓腫瘤消失 看有沒有機會變小 結果他運氣很好 他去做手術以前呢 腫瘤全部消掉 然後他就問我說 可不可以不要開刀 但是我說不行 因為這是肉眼上 我們看到腫瘤先消掉 也許有一些 還殘在肌肉 或者是大腸外面 結果他就很遵從 我們的這個建議呢 結果就去做手術 手術以後 結果開下來 全部裡面標本 都沒有腫瘤 那他非常 也非常開心 而且他保留了他的肛門 那所以呢 我們最近 所以這是一個成功的治癒案例 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 就是讓我們告訴大家說 直腸的腫瘤呢 他是有機會保留肛門 第二個大家不要害怕 目前放化療的這個副作用 目前治療越來越進步 副作用也越來越少 真的 不要像諸葛亮一樣 耽誤了治療的行程 真的 那這個介紹 若師傅也要分享一個 健康好料理喔 師傅今天要燒的是這個地瓜雞 對 那我們其實老講 就是吃五色好七色 然後原則上我們這一餐就是 不用去吃澱粉了 對 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下去做 然後首先就很簡單 我們先要有一個燉鍋 然後這一個其實老講 就放燉菜這樣子的感覺 我們先用一些些的油 要去潤滑一些的 就是我們講的蔬菜的香氣 好 這個熱鍋熱油之後 我們爆香一下蒜頭 對 蒜頭 天氣變涼了 其實燉菜很受歡迎 是的 現在爆香的是香菇 是的 然後就是我們蒜頭下去了之後 有一點香氣 我們香菇 我們是用乾泡的香菇 然後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下來之後 我們再把我們的這個玉米筍 玉米筍 玉米筍也稍微炒一下 那師傅請教一下 這個是台東57號的傳統地瓜嗎 沒錯 好厲害 為什麼要泡水 因為我們一般我們 如果地瓜還沒用之前 它這個如果你放在一般的常溫 它會有電子 然後起來會變黑 那你泡在水裡面的話 它的顏色就會很好看 一般的開水溫水就好了 對 一般的溫水就可以了 那一般我們在切地瓜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切片 可是你看我是用我們 滾刀塊 滾刀塊用我們刀子去把它剝的 那剝起來 不規則的紋路 它的熟成會更快 對 然後唯一的重點就是 因為地瓜的熟成也要有一段時間 對 要讓它快速熟成的方法 就是煎過炒過 好 那一定要有一些些的油脂 所以你看我們泡起來 這粉都是有一些些的電盆在裡面 對 地瓜因為有甜度 所以待會兒這一個料理過程當中 它也會貢獻一點甜分 對 那一般我們在煮低瓜的時候 當然大部分都是用生的會比較多 可是為了要燉煮的時間縮短 你經過炒製之後 它本身在煮的時間又快 那怎麼看它快 就是一般我們上下去是生的 可是炒到最後的時候 外皮完全是裹一層油 會有一點點斑透手 那它在煮的時間就會比較快 那我們炒到最後之後你會看到 剛才是生的低瓜下去 你下去有沒有炒到它顏色完全是變了 是 然後這時候我們差不多加一碗半的水 好 我們加灼亮的水 對 等於讓它稍微有油脂跟裹上熱度之後 其實待會兒烹煮它更快 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蓋鍋蓋 我們來燉它 這一鍋一樣加一點水 好 加一點油 我們要煎一下雞肉 我們要來準備的是這個雞肉 雞肉也是很家常的白肉 對 我們是用一般的防土雞 好 然後把它切塊 這個沒有醃刺嗎 沒有 都沒有 對 就是吃它的原味就好了 好 然後下去之後一樣 那鍋肉有之後稍微煎它 對 煎過的雞肉它的口感 會比較產生香氣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甜度會鎖在裡面 好 那健康的同時請教一下新梅醫師 剛剛講到大腸癌的患者 由於他的腫瘤的部位不一樣 他的症狀可能會有差異 現在的人 因為比方說長期的久坐 或者是運動不夠 其實有血便 甚至有痔瘡的案例 真的臨床上很多 我覺得人分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濾病症 一種人就是神經大條 那這兩種都不太好 我先講一下 其實有一個 這個是大腸直腸科的醫生 自己臨床的發現 他手上的十個大腸癌的病人 就有九個含有痔瘡 對 那我要講的這個 你要到底來想一件事情 我們說這個 有些人的大腸癌 他會來求診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便出血 所以有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他早上大便出血 他就好緊張去看醫生 搞了半天是痔瘡 但第二種人是 因為他覺得出血是痔瘡 所以他就不看醫生 而延誤了治療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痔瘡跟大腸癌的出血 它大概會有一些些方向的不同 你可以自己在家裡發現 我在大便有血的時候 先不要太急 但是可以先自己判斷 自己比較屬於哪一種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痔瘡的部分 痔瘡其實最典型的症狀就是 我們會建議你在上完廁所後 先不要急著沖水 轉個頭去看一下你的糞便 如果通常的痔瘡 它的一個出血 會跟我們的糞便是分開的 所以你會很明顯的看到 血跟我們的糞便 是有一點點這個區隔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血 通常是比較偏鮮血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到這個血 是從我們的一個痔瘡的這個血 這個靜脈曲張的地方 所流出來的 所以它的血液是偏鮮紅色的 但大腸癌通常它的 這個因為長的位置的關係 很容易跟糞便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通常會看起來 通常我一直要講通常是 還是會有例外 通常看起來是血變混合 那除此以外大腸癌通常會合併一些 臨床上合併全身性的不舒服 比如說剛剛講過的腹痛 以及厚重 這個腸胃道的習慣改變 甚至像我們剛剛提到 會有一些系統性的問題 傳不過氣啦 貧血的一些症狀 但我們必須要講 真的太多人它是大腸癌 跟痔瘡兩個混在一起 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還是建議 假設一個痔瘡一段時間 沒有再處理 一樣要固定追蹤 我講的這個是一個 而且假設你經常出血 你就要改善這個事情 因為出血它都在警告你 提醒你了 對 但是這個真的 就我說我們真的人百百種 通常分兩種 一種就是很過度緊張 可是另一種就是完全不緊張 這兩種我們其實都覺得不好 之前就有一個他是住在這個比較 可能他個性上比較保守 60多歲一個男生 他在一年多前 他就會糞便有血 那就像我們講的 這個其實在網路上 都可以看得到相關的一些分析 所以他就自己看了一下 應該是痔瘡 所以他就一直沒處理它 他是誇張到什麼程度呢 他到一個 就是他要求診前一個月 他發現扁邊一上完之後 好像會摸到一個東西 他還是覺得是痔瘡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推得回去 直到一個月後 完全推不回去了 到醫院的時候 那個醫生一打開他的衣服 就是打開他的褲子 一看 這個一定就是癌症 因為他那一塊掉出來的紅紅的 就是癌症的細胞 那當時醫生先跟他講說 這可能是所謂的肛門癌 因為會掉到這麼外側 通常還是比較偏肛門附近的 結果一檢查 就是直腸癌合併肝臟轉移 跟其他地方可能有轉移 要再做其他檢查 所以就十分可惜說 其實回歸他的一年前的時候 一開始或許早就已經不是 所謂的痔瘡 他如果提早檢查 或者是假設有痔瘡 有規則在做一些大腸相關的檢測 或許就不會發生到 所謂直腸癌末期的一個診斷 好 那同時間我們如果師傅 這個雞肉也煎得快好了 對 那它煎起來之後 我們蓋上鍋蓋 它會有一些些雞肉的水分 對 然後這時候 它已經開始熟成了 熟成之後我們就是 把調味料加在這裡面 這個是醬油 醬油兩大匙 然後蠔油一大匙 好 醬油蠔油 對 我們稍微讓它 有一點點的醬香的一個味道 好 對 所以雞肉在這裡調味 那旁邊的燉菜繼續讓它燉 對 繼續讓它燉 因為它已經快熟了 我們先把這個調味調出來 然後之後我們把這個花椰菜 一起下去把它炒一下 因為花椰菜熟成其實還滿怪的 對 如果你過熟的話 花椰菜反正甜度不好吃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很簡單的把辣椒 好 多亮的辣椒 對 讓它顏色鮮豔一點 有參加到這個五色這個區塊 然後來 我們現在看看這一個 好 有沒有 起來 好香喔 它就已經這樣子了 對 好 那我們看到它這個已經完全 差不多已經透了 對 透了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倒進來 然後把這個醬汁的味道 把它融合在一起 一起讓它調味 對 一起讓它調味 然後之後我們就很簡單的 把我們的最後的蔥 蔥 把它放進來 對 然後也稍微稍微 讓它燒一下 讓它整個味道融合在一起 然後最後要起鍋之前 來 我們加上一點點的黃酒 然後一點點的胡椒粉 白胡椒 對 一點點的白胡椒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試吃喔 是的 地瓜 其實在雞裡面有配著地瓜 其實它這個地瓜的這個甘甜味道 扇子纖維 亮度非常棒 而且師傅裡面有加這種 立花椰菜是我最推薦的 其中這種十字花格蔬菜 這整個來講 白肉配上很好的一些柚子澱粉 加纖維是非常好的 保護腸道很好的一個料理 我注意到陸師傅有時候用一些黃酒 最後下去 那個嗆的香非常棒 帶點這種甘甜的特別的酒香味 對膳食料理加分是很好 我覺得是OK的 但我們特別今天強調這個所謂的飲食習慣 但我特別強調 剛剛我們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好像這個紅肉吃太多 可能大腸有些關係 以至於說有些人真的在做治療的時候 做化妝療 那他很懼怕吃肉 那我有一個案例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這個 這個六十歲的先生 他已經第三期的大腸治療癌 可是他做化妝癌的時候 他看了很多網路資料 他說這個吃紅肉吃太多 會導致大腸癌 所以我在做化妝癌 我不吃任何肉 他吃素食 基本上來講 我們對這個觀念特別要提醒一下 因為你在做化妝癌期間 蛋白質攝取非常夠 我們確實有碰到有些人吃素食 蛋白質補得非常多 他沒有這個白血有下降的問題 可是這個先生來講 因為他只吃一些新菜 吃一些豆腐毛豆 可是他的白血一直掉 一直掉 掉了之後醫生也沒辦法 就給他打一個我們叫做小白痴 就是一個白血的真身藥物 可是他打得非常虛弱 他打到第三次後 他整個人快撐不住了 我說你要吃點肉 他馬上跟我嗆說 劉醫師你不是叫我們不要吃肉嗎 吃肉導致大腸癌 我說有的時候你要看狀況 你現在治療期間 你沒有吃過蛋白質不行 所以我說這個時候 應該吃點肉是OK的 我就跟他講 你補點肉 然後蔬菜OK 然後我們用一些特殊的營養 補充蛋白質給他調 後來他體力越來越好 等到第六次第八次打完化療 精神就非常好了 所以我特別強調關鍵就是說 我們今天講說吃肉吃太多 不吃蔬菜 跟大腸癌可能會有點發生的 這個相干性 可是在做治療期間 你蛋白質要補夠 我常常講這個時候 補充蛋白質吃點肉 那叫必要之二 你沒有蛋白質 你根本沒有體力抗癌 真的 而且熊醫師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網路上很多謠言 其中一個謠言是針對化療 那特別是擔心化療之後 癌細胞長更快 這個事實上是錯誤的觀念 這是錯誤的 因為目前我們腫瘤的治療 手術放射線化學治療 還有免疫 標榜藥物等等 尤其放射線跟化學治療 我們是直接毒殺癌細胞 也就是說我們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比如說輻射線是抑制這個 控制這個破壞它的細胞的DNA 讓它沒有辦法生長甚至死亡 那化學治療的種類就更多了 所以它有不同的機制去殺死癌細胞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目前也已經很多的 實際上的 不管各處的這個腫瘤不同級別 那全身的治療 以化學治療為主 但是我們現在最近幾年化學治療 也越來越進步了 就是減少它的副作用 所以尤其是大腸直傷癌的病人 千萬不要害怕 因為剛才劉醫師有提了 就是我們現在是有機會把它消滅掉 就像我之前提的第一個案例 它已經轉移了 但是它現在十年了 就是因為它有很好的配合治療 而且泛化療在大腸直癌 我剛才講說 我們做了第一階段的直腸腫瘤 做了素前的泛化療以後 大概有20%到25%的腫瘤會完全消失 那這樣的話就有利於後續的手術 那這樣子的話病人就有機會成功 那第二個就是泛化療 它需要很好 它有副作用 所以有些人就是因為擔心副作用 他又沒有治療 中斷治療以後反而腫瘤生長 這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也請教一下羅醫師 網路上還有留言傳言說 如果經常放屁的話 可能是大腸癌的警訊 這個事實上也是錯誤的觀念 對現在很多人的話就是得了所謂的 律病症 因為電視資訊跟網路資訊真的太多 而且真真假假 我之前都真的遇到一個女性病患 它其實只是調一般的婦科 月經什麼的 然後他要走出那個診間的時候 他突然回頭問我說 羅醫師我想請問一下 我最近放屁很臭 我會不會得大腸癌 然後我就傻了這樣子 我就說大腸癌的話 因為剛剛我們有講 大腸癌其實最初的症狀是沒有症狀嘛 然後比較常見像是脹啊便秘這一些 但是應該是說如果有大腸癌部分 確實會有就是排氣臭的問題 因為很多大腸癌他們其實是有便秘 那你便秘其實你大便一直 積在腸道裡面沒有排出來 再加上裡面的一些產氣的菌 確實你的大便就會變得可能比較臭 但是不代表說你的排氣比較臭 就是有大腸癌 但是通常遇到這樣的病患 我都會建議他說 如果你有疑慮的話 因為現在檢查方 都真的非常的方便 你有任何的擔心 反正不管是體檢一般的檢查 或是到門診去做安排檢查 其實都是非常方便 是很建議大家去做檢查 好 謝謝羅醫師的叮嚀提醒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 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賣去台 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首頁 同時我們影片還會上傳 YouTube官方頻道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QR Code 直接按訂閱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